法身常在 法身常在就是 第一个 要有正法注释 正法注释 正法是依人而注释的 就是有人悟得这个正法 在传扬 弘扬这个正法 正法就一直流传在人间 所以叫做法轮常常 第一个 当然先要有正法 如果正法没有 都是写法或相似口法 正法就会渐渐减弱 正法减弱 修行的方法模糊掉了 修行的方法错误了 不清楚 世间的人就很难修行 你修行的方法都不能掌握 那你怎么样修行 你不能修行 或难以修行 你当然就不能证得 证得这个真理 你就不能成就 那不能成就 那就没有正法 其实是这样 所以要先有正见 要有正法 那么才能够有依着正法 而修行 而悟得那个真理的人 所以法主要是两部分 法主要是两部分 一个就是真理是什么 真理当然是缘起无我 那么正得真理的方法 主要就是八正道 其实是这样 或是如实正观 中道八正道 所以他说 那么佛法不断流行 那么不断的情形者有人修行 佛法佛宣说了有人依佛所说去修行 那么就正得佛所说的 正得如佛所见的 那么他又像佛这样 也跟佛一样 正得之后又把它说出来 然后告诉别人怎么修行 就一代传一代 那么这样每一个 从这个法身转到这个法身 从这个法身传到这个法身 在时间上 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在空间上 那么片于十方 从这里到那里 从这个人到那个人 那这样就变成 法身常在人间而不灭 那么说法身常在的论底 何等深刻 正确而有力 所以 现在讲到解脱道跟菩萨道的问题 那世尊不冷世间的长此黑暗 就是说 我们如果没有正法 那么我们出不了生死 在生死大海里面 到不了岸边 上不了岸 就载浮载沉 那所以 世尊不冷世间长此黑暗 不忘出家的初心 开始弘法工作 那么他出家的初心 前面已经有讲 世尊 他见到老病死 那么他觉得 世间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老病死 难道没有办法 从老病死中得解脱吗 那么 不但自己要解脱 看见所有的众生都这样 那么他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 以此而解脱 但是大部分的众生 不知道要解脱 这是绝大部分的众生 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受这个苦 所以 受久受习惯了就觉得 这个叫做正常 真的 我们在一个环境久了 那么我们就会觉得 本来就这样 不是的 你可以解脱的 那么最重要的是 但是不知道要解脱 那么接下来知道要解脱 可是不知道怎么得解脱 当时的沙门婆罗门修行者也很多 但是不知道真正得解脱的方法是什么 最主要就是这样 所以佛法都是离苦的 宗教其实都是离苦得的 但是 离苦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受苦 不知道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那么多数的人 在这个世间多数的人 不知道要求解脱 那么求解脱的人 多数不知道 怎么样可以得解脱 就是真正的方法 他不知道 所以都在非因即因里面 好 那么释迦佛知道了 不忘出家的初心 开始红防工作 就是要利益众生 让众生 他已经得解脱了 他已经得解脱了 所以他告诉众生世间是苦的 此事苦努因之 此事苦我已之 最重要他说 这个苦 这个世间 这个苦 老病死 验证慰爱别离求不得 他会让我们 会逼迫我们的身心 让我们痛苦不得自在 所以 你要了解苦的过患 就好像舍利佛 跟这些西方来的比丘讲 那么 如果你回去 那么有人问你 你在佛陀那边 佛陀都教你什么 你要怎么讲 你应该这样跟他讲 佛陀就教我们调服浴滩 那他会问你 要怎么样调服浴滩 你说你要离苦 那要怎么样离苦 要解脱 要怎么样解脱 一样的道理 那么你要怎么样调服浴滩 那你要这样跟他讲 要从五蕴身心中调服浴滩 因为浴滩是从身心中生起的 所以你必须从五蕴身心中去调服浴滩 那他会再问你 那浴滩有什么过患 所以必须要调服浴滩 如果你没有调服浴滩 你执着这个 贪爱这个 那么世间是无常的 等到他变化的时候 那么你一定会受苦 他就算暂时没变化 你也很害怕他失去 一样会受苦 所以假设你没有调服浴滩 你就一直要受苦 那么他会再问你 那调服的浴滩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功德 那么你一旦调服浴滩之后 世间一样变化 但你不会受苦 因为你内心没有浴滩 那么当他产生变化的时候 你并不会因此受苦 所以学佛跟不学佛 遇到同样的境界 一个苦一个不苦 为什么 因为一个有浴滩 一个已经调服浴滩 那重点就在这里 那并不是我学佛了 我就不会受苦 不是 学佛了之后 一样会有恶因恶远 但是你面对在恶因恶远的时候 你不会造恶业 不会起恶心造恶业 那么你没有学佛 面对恶因恶远的时候 你会习惯因着烦恶 起恶心造恶业 那这些恶业又会感召未来的恶报 以及未来的恶因恶远 那么就是怎么样 循环不移 你就一直受苦 你的苦 你的苦无始无终 但是学了佛之后 你面对恶因恶远的时候 那么你不会起恶心造恶业 所以你的苦是无始有终 你会有结束的一天 因为你这个苦受完了 身受心不受 或是你不再贪恶 不再起恶心 起烦恶造恶业 没有恶因恶远 没有恶业 所以你未来 未来 不会再有恶因恶远 那么它是有结束的一天的 所以你有方法没方法 你有调福一摊 没调福一摊 你有学佛没学佛 它是有差别的 但是因为每个人过去生的 所造的业 所感造的因缘不一样 并不能保证 你学佛了之后 你都风平浪尽 幸福圆满快乐 为什么 慕见人也会遭遇持杖外套 跟他打 打到他头破血流 央掘摩托症的阿罗安 也会让人家丢他大便 但是他以前的话 他马上把那个人杀死 现在不会 所以他那个恶业不会再有 过去的恶业 这个叫做随远消咒业 不再造信仰 那么他的苦 就是无始有终 他有结束的一天 生死有结束的一天 差别在这里 那么面对渐渐的时候 调福一摊的人 不会再有烦恼 不会再有苦 就算身体有苦 心里面也没有苦 没有调福玉滩的人 因为玉滩起贪嗔 那么你就会一直造业 一直造业 一直受报 一直感召因人 那么不断不断的循环 差别在这里 所以舍利佛跟这些西方比丘讲 如果他问你 玉滩有什么过患 为什么要调福玉滩 那么调福的玉滩有什么功德 我这样修行有什么功德 我如果不休闲 会怎么样 我修了又会怎么样 那么你要清楚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休闲 我为什么要学佛 我学佛跟不学佛的差别在哪里 我不学佛我也是过日子啊 我学佛我还是过一辈子啊 那学不学佛差别在哪里 有差别 你不知道你要面对什么境界 但不管你面对什么境界 你学佛有正知正见 你遇到困难 你有正确的方法解决 你没有困难的时候 你有正确的方法防护 那么所以 你不太容易遇到困难 一个是心招感 一个是夜招感 一个是远招感 那么你有正确的 你都是善心 都是善业 都是善缘 如果你这样的善心 善业 如果你遇到二阴二月二月 那是因为你过去的招感 那么你未来不会再有 其实是这样子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 那么你就会不断招感 不断招感 不断起获造业受苦 又因为苦请获造业 这个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 我们一般来讲 愚痴无闻凡乎 无名所富 爱劫所欲 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性 或 或就是 或就是烦恼 那这个烦恼 基本上 主要是见烦恼跟爱烦恼 就见或失惑 那又叫做无名贪爱 就见烦恼跟爱烦恼 或见或失惑 然后就是无名贪爱 那么 因为 起烦恼 那一般来讲 就叫做贪嗔痴 贪嗔痴 三度 起获造业 那么造业 会受报 报 主要就是苦 生死苦 当然也有热 但终究来讲是苦 那么 因为苦 因为这个苦的境界 又起烦恼 因为起烦恼又造业 因为造业又受苦 那你就没完没了 那你说那怎么办 那问题是 你起烦恼之后 你不造业 起烦恼不是一定会造业 有没有起了烦恼不造业的 可以啊 你骂我 我起烦恼 那么你有几种方式 一个是你非常烦恼 你打他 一个是 你很烦恼 你骂他 你不打他 因为打跟骂更严重 那么你把他打伤 你把他打死 你把他打伤 好 那么起烦恼之后 但是 我很想打他 但是我控制住 我不打他 但是我受不了 我骂他 好 那你在控制住 我不骂他 我骂在心里面 不要骂他 那知道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控制啊 你要先控制 那么有 但是你控制不住 那么你就造业 那么造业之后 你打他 然后他又打你 他也控制不住 你也控制不住 那就是怎么样 那就是一直循环 渊渊相放 所以 一般的凡夫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要调伏烦恼 不知道要调伏一胆 所以他第一个 他不觉察烦恼 就是他不知道烦恼的过患 以及调伏烦恼的功德 不调伏烦恼的过患 跟调伏烦恼的功德 他不知道 所以阿罕就会叫你 未患你 未患你 你要先知道 你在烦恼 你的心 在烦恼里面 那么 这个你要知道他的过患 知其过患而能远离 所以你先要了解 因为我们有烦恼到底有什么不好 我们没有烦恼到底有什么好 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 去调伏烦恼 去断除烦恼 你要先理解这个 那你才知道 哦 没有烦恼的生活 好好 那么 所以你先要觉察 觉察了知 我有没有什么烦恼 这个烦恼对我有什么影响 对我现在的影响 对我未来的影响 以及对我生生死死 这个生命的影响 你先理解到这个 那么理解了之后 你发现到烦恼的过患 非常的深重 让我生死不予 一直沦回受苦 所以你必须要进一步 要怎么样 要控制烦恼 那么控制烦恼就是 你在起烦恼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起称心的时候 不是起贪心 起称心好了 那么你控制 你不让你的称心 动发生孔 打人骂人 杀人害人 你起贪心的时候 为了得到他的东西 那么你去怎么样 你去害死他了 最近不是有什么 一个小孩子 什么记者的武艺吗 那没有今天就死掉了 那基本上他是怎么样 君子无罪 怀必其罪 而且那么多 很多人要了 你看 那你当你起这个烦恼的时候 谁都想要 但是你知道这个是不好的 那么你怎么样 你不动发生孔 控制 那么你能够让你的烦恼 控制住 这个叫做戒 所以戒其实是控制烦恼 戒是控制烦恼 那你的烦恼不动发生孔 那么戒重点戒在身口 身口不去伤害别人 戒在不害 戒重点在不害 不伤害 不伤害众生 不伤害个体跟群体的 身心利益 所以你知道了 你要怎么样 你要控制你的烦恼 戒是让你学习 怎么样控制烦恼 但是控制是什么 这个火在烧 你让它不扩大不延伸 你不再加油添火进去 但是你没有办法让它变小 你的力量不足 但是至少你没有办法让它一直烧 不会让它一直扩大 从这一家烧到那一家 从100公尺烧到500公尺 从一天烧到三天 你的烦恼不会持续 你再进一步 因为你的心没力量 所以你要训练你的心 让你的心有力量 进一步能够缩小烦恼的范围 这个就是定了 调伏 你进一步能够调伏烦恼 从觉察烦恼 控制烦恼 到什么 到调伏烦恼 你的心有力量 你烦恼起来了 你把它压在一个地方 或是把它忍处理 让它不再继续扩大延伸 那么进而能够把它缩小 所以这个被对你调伏烦恼 所以你修慈心观 要很专注的 那么可以洗你的称心 你修不敬观 对治它 你可以洗你的贪心 那么你当你这个心有烦恼 那你进行调伏 所以这个是戒 这个是定 那么调伏烦恼到一个程度 你就可以什么样 断除烦恼 会 它就可以断除烦恼 那么你最初的断的烦恼是什么 神剑 剑烦恼 就是神剑 然后再来 三果断什么烦恼 御滩跟蹭 好 那么断除烦恼 那么烦恼断除了 还有其他的烦恼 烦恼很多 你把玉滩断掉的还有色滩无色滩 你把这个神剑断掉了 还有无名跟慢 维系的慢 还有根本我剑 你把分别我剑断掉了 你还有根本我剑 还有巨生我子 分别我子断掉还有巨生我子 把玉滩断掉了还有色滩无色滩 还有吊举慢 所以还有其他的烦恼 那么再进一步 依着这个会 再把其他的烦恼都断掉 就叫做什么 超越 这是阿安经里面说的 那么所以 修行的过程就是从觉察烦恼 那么对佛法升起正知正见 在五蕴身心中 在五蕴身心中觉察烦恼 不在其他的地方 那我们觉察别人的烦恼是很利根的 这个人起了烦恼 这个人有什么烦恼 这个人贪心 这个人称心 这个人傲慢心 这个人没有正见 所以我们在觉察别人的烦恼方面 特别厉害 但觉察自己的烦恼方面 特别不厉害 那么所以你要反过来 你很容易觉察到自己身心的烦恼 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然后 有贪的时候 要进行控制 调伏 没有贪的时候 要进行反复 防护保持 知道为什么没有贪 那么要防护 让他保持在没有贪的境界 那么有贪的时候 要进行控制调伏 让他扫贪 那么之后断除 让他无贪 没有预贪 好 那所以觉察 控制调伏 断除到超越 超越 超越就是一切烦恼都断除 再不受任何烦恼 叫做一丝不挂 再不受任何烦恼的信服 束缚 那么这样 你就怎么样 就进解脱 那所以佛法它是 它是 它是这样的过程 那么你起祸的时候 那你不造业 造业的时候 你一旦造业 那么你就必须要受苦 你一旦造业 但是有没有造业不受苦的 可以 业有分 所以你看 祸业苦当中 它不是一定要这样 但是 从果来说 因一定是这样 但是因不一定成为果 就好像 你看到那个稻米 那么一定是从稻子 长成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稻子 都可以长成稻米 你知道吗 你看到木瓜 它一定是从木瓜籽 木瓜树长成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木瓜籽 都可以结成木瓜 所以从果之因 这个果必然是这个因 但是由因之果 这个因 还不一定成为那个果 是不是 那你一颗稻子 你把它煮成米 这个稻米 或你把它烤熟了 这个稻子 这个稻米不能再长成稻子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土里面培养 它就能够长出一个稻子 又可以结出很多稻米 其实是这样 所以三月二月都是这样 那你一个布施 你只是一分钟 一块钱的布施 可能让你得到 一年 有一百万的受用 那很难讲 所以你升天有一千年 几千年的福报 那么它是这样子的 当你起烦恼的时候 你可以不造业 或是你造业 看你造什么业 那你可以不造业 当你造业的时候 你可以不受苦吗 可以 要看你造什么业 如果你造的是 造的是重业 因为业有分 业有分什么 重业跟轻业 有必定受报的业 跟必定受报的业 故作业必受报 不故作业 那么业会受报 基本上是它重 那么它会重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造作之后相续 持续 你的造业的心持续 你造业的行为持续 你没有忏悔 而且还怎么样 而且还欢喜 而且还一直做 那么就会让你的业容易成熟 业到这个苦是果报 那么业成为报 有业有报吗 业成为报 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他必须成熟 他要成熟才会受报 不成熟的业是不受报的 那不受报他就等到他成熟 所以假使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议时果报还成熟 就是因缘成熟的时候 所以业跟报 就是苦 这个报气就是苦 业跟报之间 他必须是成熟 那么除非你一开始造的就是五无间业 那种就是叫做县世报 你做的当下 他就成熟马上受报 那么有一大部分的业 大部分的业 那个叫做定业 有些是定业 决定受报的业 通常都是重业 比如说五无命罪 所以你一旦造了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 他就是重业 比如说很简单 那个牧羊女 苏家帝 他一生其他做过什么事不知道 但是他只是做过一件事 拿一碗粥 牛乳或是羊乳 给还没成佛的 当苦行碗的释迦佛喝 释迦佛喝完了那碗粥之后 去普迪苏家打坐成佛喝 他只做这一件事 他就几千年的福报 决定受报啊 是不是 好 所以在看你造作什么业 你的福田 或是你造业的人 比如说提伯达多 破喝而生 那个业必定要受报 不能不受报 好 那么所以他必须业到报 就是你的二业 那么或是你的善业 善报二业二报 但是不管你善二业 你只要在世间 你就会有生死 有生死沦尾就有苦 所以我们基本上叫佛业苦 那么你的业要赶遭生死 那么他必须成熟 成熟相续 所以佛度众生是让众生的善根成熟 善业真善 那么他才怎么样 他才容易 所以你如果造了一次业之后 所以忏悔都要怎么说 我某某人在什么时候 那么因为什么原因 那么对哪些人造成的伤害 我今在佛前忏悔 愿我听佛忏悔 我今向佛忏悔后 还得清净 我内心不再这样做 不再有这种烦恼 不再会起这样的心 还不更重 就是我向佛忏悔后 还得清净 不负更重 不负更重 为什么忏悔能够 忏悔能够减轻 或是让那个业不成熟 第一个你知错 你知道错在哪里 所以你知道怎么样 让你会受苦 所以你以后不再做 那你如果不知道你错在哪里 你一直做一直做 你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是问题就在你做这些事 所以当他不负更重的时候 他就不会怎么样 相续就不会成熟 业就不会成熟 那么业不成熟 他就占不受报 那么他不受报的话 你如果在这个时间 你增长善根 不断的修行 你得解脱 那么这些业就永远不会成熟 正出国的人他过去 他过去也有照做三二道的愿 正出国 因为我们累积来都有照三二道的愿 就算比如说好 现在我也有照三二道的愿 不管你记得不记得肯定都有 六道轮回里面都有 那如果现在我正出国了 那么我为什么正出国的人 不会剁三二道 是佛跟他保证的吗 不是 是因为他从此以后 不会再造三二道的愿 不管遇见什么境界 正见真上的人就不剁三二道 因为正见身上的人正见因果 那么他不管遇见在怎么样 刻苦在怎么样艰难的事 他都不会造三二道的愿 因为划不来 那么他不愿意这样 因为一时而让自己更痛苦 累积的痛苦他不要 因为他很清楚 所以正见真上乃至于 正见真上还是反复 但是他正见真上而已 真上就是他的因果观 他的正见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有凡夫有圣人有过去有未来 他虽然努力行善他也很受苦 但是他知道这个是业 业有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他很清楚他不会埋怨 那么他也不会因此造作恶怨 正见真上跟正出国的人 为什么不剁三二道 因为他从此不再造三二道的愿 不管在什么样的境界 遇见什么样的困难 有什么样的恶因恶远 他虽然会起烦恶 但他决定不造作三二道的愿 那么他过去虽然有三二道的愿 但是今生 从此之后不再相续 过去三二道的愿 就永远不会成熟 一直到他解脱之后 这些三二道的愿 就不会再有 所以这个叫做非折面无为 就是他不再会有因缘 那么所以你看 那么他重点就是你不护更作 那么业 业不能业在情成果报之间 他有一个就是要成熟 成熟才会受报 不成熟不受报 包括你解脱的业都是这样 你的善根要成熟你才能得解脱啊 智慧要成熟才能得解脱啊 要不然也不能 所以菩萨的重点就是说法 让众生善根成熟 成熟善根 那么用庄严国土来成熟善根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么 要不然你就 就是几个嘛 一个起了烦恼不造业 当然你起烦恼不造业 你要先知道我现在在起烦恼 起烦恼对我不好 那么造业对我不好 所以你知道你要控制 就好像 你现在 假设你现在有糖尿病 你又很喜欢吃糖 那么你知道 这个好好吃 蛋糕好好吃 我很喜欢吃 可是我现在有糖尿病 我现在不能吃 像我咳嗽之后 很热我也很想吃冰 可是不能吃 一吃冰就咳不停 控制 你知道吗 因为吃了 等到我不咳的时候 我再来喝 现在不行啊 现在喝了 现在这个状况不能喝啊 喝下去咳不停啊 就会变成这样 我不能吃了 我很喜欢吃啊 这个有个烦恼喜欢 但是你知道吃得更辛苦 所以你会控制 为了自己好 你会控制 一样 你起了烦恼你不造业 还是有烦恼啊 你还是喜欢啊 那种想吃的感觉不断啊 但是为了自己好 你还是选择不吃 一样啊 那么你还是有烦恼 但是为了自己好 因为你很清楚 吃了之后会怎么样 那你很清楚 烦恼动发生口 会造什么业 这些业会形成什么果报 你非常的清楚 那么造了业之后 好 那你已经受不了了 已经造业了 怎么办 不要再造 不要让他成熟 因为再造会容易成熟 容易受饱啊 你就控制 透过忏悔 透过深刻的理解 深刻的忏悔 最重心起将心忏 心若灭死 就是你不再有那种心 罪易亡 不是真的罪不见了 而是他不会成熟 不会成熟 不会受报啊 那有罪跟无罪差不多 为什么 他不受报啊 是不是 他不产生影响啊 心若灭死罪易亡 罪灭心亡 那么就是真忏悔 其实就是忏悔 会念罪是这个原理 那如果你没有 你是念一句咒 两句咒 然后让佛来灭你的罪 没有 你自己造的业 然后你自己造业 然后靠佛来灭你的罪 哪有这种事 好 所以造业了之后 你要不受苦 就是让你不要再 不复更做 你不要做 不要继续做这个业 以后不再做了 那么但他不成熟 那么如果他已经成熟受报了呢 好 如果他已经成熟受报了 不要再起烦恼 那就这样啊 就是你已经在受苦了 你不因为苦起烦恼 因为你很明白这些苦是怎么来的 那么你在起烦恼又会循环 所以 深受心不受 所以忍入 所以 所以在苦中知道这一切 一切的因果业报 要不你就起烦恼不造业 要不就造了业 不要相续做而不受报 要不就在受报的时候 不再起烦恼 你看 央杰摩罗 央杰摩罗 因为他过去造而业 他出去脱坡都被用人家石头打 打到脱坡血流 他没有起任何的趁烦恼 不要再起烦恼 当然我们反复不行 我们反复会起烦恼 但是要控制 先要觉察会有这个烦恼 我会受苦就是因为 我起烦恼的时候 我没有觉察 觉察烦恼的时候没有控制 控制烦恼的时候 控制烦恼的时候 没有调服 调服烦恼之后没有断除 所以他那个根 就是 你那个根还在 只要有孕远在 他就会不断生长 不断生长 那个祸根 那个烦恼根在 所以最重要把它拔除 要不然 你也要把它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 就是你要很深刻认识这个东西 那凡夫就没有 你有学佛没学佛就插在这里 没有学佛的人就是 起了烦恼就造业 自然而然造业 那么造了业 一直做 就 不知不觉就成熟 那么在受苦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受苦 我为什么受苦 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为什么都是我 他又起烦恼 起烦恼又开始造业 就不能断循环 佛弟子不是这样 佛弟子知道什么是烦恼 知道哪里去控制烦恼 起了烦恼之后 因为你知道什么是烦恼 我有没有烦恼 起了烦恼之后 尽量控制烦恼 不造作恶业 那么如果控制不住 好 那么想办法 这一次控制不住 要想办法 我为什么控制不住 烦恼太有力量 我的内心界定位太弱了 那么要想办法 让自己增长自己的什么 界定位 让自己的心力更强一点 为什么人家吹风 感觉到清凉 你吹风就感冒 对不对 身体太弱 身体太弱 两种原因 一种就是 一种就是你身体有病菌 一种就是 就算身体没有病菌 你没有营养 你虚弱 那么一部分就是去除这个病菌 让病菌少一点 一部分就是让身体黏力强一点 就是这样 那么你的烦恼 一部分在减少烦恼 一部分增强你的善心善业善忍 那么他就有力量 所以 凡夫是负业苦负业苦 无名所负贪爱所欣 常业轮回 多文圣地不是 尽量不起烦恼 起了烦恼不造业 造业不相续造 那么受苦 那么业成熟要受苦的时候 克制又不起烦恼 就这样 那么他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断这个轮回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他说 现在要讲解脱道跟菩萨道的问题 那么开始红法的工作 他就是把这个道理告诉大家而已 那么但是世尊完全圆满的自觉 就是他觉悟 觉悟到彻底究竟 为时代所限 不能彻底而详尽的发扬 发扬 那么他什么叫做完满的自觉 就是自行 自觉觉他觉醒圆满 好 那么只能建立适应时机的方便教 方便教 方便教 其实我们这里就是解脱道 好 柔和了一分时代的精神 厌世的精神 使世尊就近到受到限制 但不是毫无真实 好 讲这个的时候 要稍微讲一下 我们要知道释迦佛 释迦佛当时的时代 2500年前 在这个印度 基本上在恒河两岸这个地方 印度的文化是从四废陀开始的 那么释迦佛那个时代 废陀的文化里面 主要是婆罗门文化 主要是婆罗门的文化 婆罗门是以放天为主的 那么基本上 基本上 那么是以升天 大部分的宗教都是以升天思想为主 那么到天上 长久永生 那么快乐 像基督教天主教也是这样 到上帝那里 你就得永生 那么在天堂享受快乐 就是像这样 那么你要升天 你要升梵天 享受那一种快乐 永恒的快乐 那么你必须要信受梵天 要祈祷梵天 要赞颂梵天 要赞颂梵天 例如这样 所以四废陀里面 那么婆罗门文化最重要的是四废陀 叫做废陀文化 它有三大纲领 我们这个稍微要讲一下 才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解脱道 那为什么后来大圣要发扬菩萨道 那菩萨道是 菩萨道从大圣的说法 是回归佛陀的本怀 就是佛陀 弘法 利益众生 本来就是行菩萨道的 那你说那二岸经 为什么多数讲解脱道 那所以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么废陀有四废陀 离聚废陀 这个上次我应该也说过 离聚废陀 梭谋废陀 叶罗废陀 阿大婆废陀 那么最初只有三废陀 叫做三名 阿大婆废陀 写清楚 阿大婆废陀 一个门一个打 那么原来只有三废陀 那这个是原住民的文化 这个是亚利安人的文化 这个是亚利安人的文化 这个是原住民达罗伟图人的文化 达罗伟图人的文化 就原住民的文化 就被征服的民族 这个是征服原住民的 叫做达罗伟图人 好 那么这个 这个是赞颂诸神的 赞颂诸神的 就是神有多伟大 神是怎样怎样 神的殊胜神的功德 这个是赞颂诸神的 神里面当然有很多神 但现在主要就是犯天 佛罗伟是从犯法神 犯口神的 那么说谋废陀 最主要就是有那种旋律 就是歌颂 歌颂诸神的 就是我们的唱颂 比如说我们的法会 其实就是受 受婆罗伟文化的印象 因为佛教从印度来的 他本来就有印度的这一块 比如说 好 赞颂 比如说 好 我们要做弥陀法会 弥陀法会 一定不能少于弥陀战 阿弥陀佛圣经社 向好观明古等文 就开始 这个是赞颂 那你把它唱出来 用旋律把它唱出来 就变成怎么样 说母 就是他有规定要怎么唱怎么唱 旋律要怎么转怎么转 就是有那一种音调 那么来歌颂 来赞颂 那么如果单单只是赞颂 神的功德 神的什么 神告诉人的话 这些 那么是离聚会头 这是最早的 那世界是怎么来的 神是怎么创造世界的 那么说母会头就是 他有旋律 就是我们的放败 那么 战什么战 尾头战 截然战 如香战 戒定真香 弥陀战 观音战 那地战战都多了 那么类似 那么说母会头就是这样 那夜楼会头就是什么 遗鬼 那么一开始 要拜 比如说八十八佛的时候 一佛一拜 那比如说拜唱的时候 这边 这边拜完那边拜 那边拜完这边拜 然后唱到哪里的时候 要做什么 然后唱到哪里的时候 要做什么 类似像这样 这个是遗鬼 种种仪式的规定 那这个都是咒 念什么咒 可以得什么 念什么咒 可以做什么 我们的法会也是在这个样子而已 那么三大纲领 那么透过这个 透过这个四废头 依废头 而得到什么 而得到升天 依着这个废头 而达到饭 到饭那里 那么可以得到升天 永恒的快乐 那么其实你就是 所以他重点三大纲领 废头天起 那 讲这个废头经 讲这个废头经 这个天是犯天 是神的启示 是神说的 不是人说的 人说的没有什么价值 神说的是不能 不会改变的 是真理 是真理 所以你看这个基督教 他就是我 就是耶稣上帝 耶稣或上帝这样讲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说的话就是真理 像有一些人比较霸道的 我就是法律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那么废头天起 废头经是神的寝示 他本身就殊胜 所以你把废头经念过一遍 你就有功德 我们现在人也这样 把这个经念过一遍 就有功德 把药师经念一遍 他就能够消灾养寿 把地藏经念一遍 他就能够超度亡灵 那么 其实 这个其实是 其实是婆罗门教的观念 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是你念的这个经 你要明白修行的宗旨 跟理论 修行的刺激跟方法 那么你完整修行之后 有什么殊胜跟功德 之后你明白了之后 你欢喜 你听得懂欢喜 你信受 你接受 你相信接受 然后怎么样 如梭修行 依教风险 然后才得到这样的 你知道这样做 会有这样的功德 你知道要做到什么程度 会有什么功德 你知道这整个理论 这整个修行制定 那做到哪里 会有什么殊胜 会显现出什么样的改变 你完全知道 所以你就照着做 那么佛法是这样 那不是废头天起 就是这个经本身有力量 这个咒本身有力量 你念了都得到神的加持 那所以 就是得到神的欢喜 神就赐给你功德 不是啊 你要对这个法欢喜 不是你来讨神的欢喜 讨佛菩萨的欢喜 那么所以废头天起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那么你要怎么样实践这个废头 透过祭祀 祭祀万人 所以你要消灾 有消灾的法会 你要征服有征服的法会 那你要灭罪有灭罪的法会 就变成他有种种的 种种他有规定 种种种种的 种种种种的祭祀 就是种种种种的法会 具有种种的功用 那像我们也是一样 念药师经 他是消灾元寿的 念地藏经 他是超度亡灵的 灭罪的 那念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经 是往生禁服的 可是各样不一样 那么后来 那另外 你是凡夫 你没有办法 一样是念废头经 一样做法会 但是你必须要由谁来引导 有婆罗门 这个是宗教的祭司 你念废头经 废头经的功德 必须要经过婆罗门 然后转到什么 转到你的身上 所以 婆罗门 婆罗门带着你 念废头经 那么你参加 婆罗门 因为婆罗门 跟神 比较接近 他可以完整把佛的功德传播给你 他可以完整把佛的功德传播给你 藉由婆罗门 那么祭司的法会 那么你可以得到废头神的功德 所以我们也这样 透过法师 诵经 那么把佛的功德 透过法师诵经 然后把佛的功德 传给你 回向给你 就变成这样 那其实这种观念 其实完全是婆罗门的观念 佛教不是观念 佛教是 你自己修行 你自己得功德 不是 那么你 借着法师的修行 有法师把佛的功德传给你 佛也要自己修行 法师也要自己修行 你也要自己修行 那么这个观念 跟我们现在的观念差很多 所以常常讲 师父 我现在身体不好 你可不可以帮我 送补补药式经 回向给我 你自己送更好啊 你告诉我送干什么 我睡不着 你能不能教我一个睡得早的做 不是这样子的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张消灾牌位 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看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 你要先知道 苦要知道什么 苦因 要知道灭苦的方法 那么睡不着 假设 比如说像失眠 他有环境的因素 有身体的因素 有心理的因素 那么你要看是什么原因造成你失眠 你要对症下药 你不是啊 假设有一不经 叫做不失眠经 那你就念了 那你就不失眠了 不是这样子的 我就记得 我过去在一个地方 有一个趋势 很花心的趋势 他都睡不着 他福报很大 但是他就是睡不着 那所以很多法师啊 就很发心了 因为他很富持 各个法师各个道场 真的是很发心了 真的 但是他睡不着 很多法师也跟着很紧张 因为 因为 很多法师 他真的很发心 所以大家法师就联合起来 帮他做一场法会 好让他睡得着 我就觉得 哎呀 我就觉得 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那你要去 这个根本就不合佛法 可是大家都这样啊 那个就是夜 那我们诵经帮他消夜 他夜消了 他就睡得着了 所以你不了解佛法 你就是这样 凡事靠法会解决 祭祀万人 谁来举行祭祀啊 婆罗门 你看 你看我们现在的观念 是不是 是不是 婆罗门的观念 好 那么婆罗门的观念 在当时 在佛陀当时是这样 那么在后来产生变化 就是说 你必须要透过祭祀 那么你祭祀所念的 你所举行的法会的仪式 必须要依这个四废陀 你不依这个四废陀 是没有功用的 就好像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这样 比如说 我们忍一往生 那么通常都有那一种 往生就是你要去念 我记得 我参加过 往生基本上 你要在那个连位 要写一个连位 那连位 基本上都是送心经 送三遍 然后要送什么 基本上有些送阿弥陀经 然后送心经 心经之后 然后就有念真言 这个开烟火真言 然后甘露水真言 然后这一些 念完了又念什么 他有一个遗鬼 可是我后来就越想越不对 那你这一些他又不是恶鬼 那你跟他开烟火做什么 而且他中医生也不需要吃这些东西 他那个跟恶鬼不一样 那所以 但是他就是一个遗鬼 那你不这样做 你也不知道做什么 那比如说我们的水路华会 那么都要怎么样 都要用五匹嘛 有没有 烧那个纸 然后最后那个牌位 都要丢到一条船去 然后怎么样 火化 作念一条船 就连话化成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 这个根本 还要念书文 书文就是 中华民国什么什么情言 念完了之后 就是 谁谁谁 带领谁 做什么功德 那么 烧了之后 给佛知道 你做功德 这个是道教的做法 佛你有做就有 业 谁做谁得 多做多得 少做少得 做什么业就得什么报 那么 你不用说 你不用说自然有 那你做了功德 要禀报给佛知道 那佛才知道 哦 给你记录 这个人做多少 你有来上班 没来上班 钱不会发错 是这样吗 哪有可能 你可以报多报少的吗 你没有做可以报有做吗 那你有做的 你没有报 那么就会被遗漏吗 没有 也不会这样 那 所以但是这个完全是道家的做法 但是你如果没有这样做 你不知道要怎么做 因为他遗鬼就这样规定 那所以后来就变成仪式化 刑式化 那很麻烦 那你如果没有佛法的知见 你就这样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现在比较没有在 没有在烧库钱 烧库钱是寿生经 是明清有一本鬼经 寿生经 那么人死 人来这个时间投胎 是跟阴间的银行借钱来投胎的 你还没有 我们烧库钱是依这个来的 明清 他有一本寿生经 那么十二生肖里面 出生的日期不一定 年代不一定 借的钱是不一定的 那么你在生的时候 其实库钱是 你活着的时候就要还了 最慢最慢你死的时候要还 不然投胎 他会给你投到不好的地方去 所以为什么后来都要烧库钱 我记得我爷爷奶奶往生的时候 也烧了很多库钱 那个库钱 围了这整个一千 那个兑换率比较多 一千不知道换一千万的样子 那所以你看 现在比较少 但现在没有烧库钱烧什么 烧往生钱 紫莲花还不是一样 那这个其实都不是佛法 那基本上 我们要讲到 这个婆罗门这个文化 到了 释迦佛的时代 产生改变了 但是改变有限 产生所谓的奥义书 那奥义书开始 他不认为 他开始强调解脱 不强调升天楼 奥义书开始强调 一致得解脱 一夜有轮回 一夜有轮回 就是你的生死 其实是由你的夜决定的 叫做夜暴轮回 这个是化时代的创举 那么一致得解脱 解脱必须要依靠智慧 只是这个智慧 跟佛法讲的智慧不一样 他的智慧就是要见到那个真我 放我 回归到放我 一致得解脱 开始有解脱的思想 这是一个 就是在婆罗门 在佛陀时代 有两大宗教团体 一个是沙门 一个是婆罗门 婆罗门 本来是三大纲领的 要依祭祀 那么做法会 法会里面要依 法会里面要依 要依这个世费佛 要由婆罗门来主导 主导这个法会 然后法会里面的内容 就是依据世费佛 那么你可以得到离苦得乐 可以升天 那么你永恒的升天 就当上等于解脱 但是到了奥义书 他开始改变 那么你会轮回受苦 是因为你的意愿 那么你不轮回受苦 开始有所谓解脱的观念出现 就不再有生死 那么一致 只是这个致是见真我 见到放我 你执着这个假我 那你要见到那个真我 那佛法是见无我得解脱 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已经改变了 有解脱的观念出现 那么另外有一个沙门集团 沙门是反婆罗门的 但是在佛陀那个时代 大多数的婆罗门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求解脱的 只有少数 奥义书是没有广传的 是只传给你信赖的人 只传给你相信的人 所以也不是所有的婆罗门都知道 不是的 所以大多数的婆罗门 大多数的婆罗门 都还是依着自费陀 在做法会的 好 那么 但是开始有解脱的观念 那另外沙门集团是反婆罗门的 他不认为 因为他强调婆罗门至上 他不认为 他不认为 婆罗门的这套观念是对的 那么反婆罗门的沙门里面 主要有两种 从解脱来讲 一个就是有解脱 一个是没有解脱 那么维吾论 比如说阿奇多 他是维吾论 他是没有解脱的 这个世间没什么解脱 死了就死了 城归城 土归土 没有解脱的 没有解脱这种事 生命只是一种偶然的存在 那么必然要事外 事外以后就没有什么了 没有所谓生命这件事 那么没有未来事 没有未来事 所以没有业 没有报 没有轮回 没有法 没有圣 所以政见基本上是针对沙门 又是外道沙门说的 政见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因为有一些强调 你在恒河南边 杀了一千个人没有罪 你在恒河北边 布施了一千个人没有福 为什么 因为死后什么都没有 还有一种就是有解脱 有解脱就是有凡有胜 有解脱 但是解脱的原因不一样 一个就是无因论 解脱没有一定的原因 解脱没有一定的原因 偶然得解脱的 一种就是解脱是被决定的 就是宿命论 就是谁什么时候得解脱 这个是被决定的 那么时间没有到以前 有的说八万大截 有的说多少截 时间没有到以前 你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不能得解脱 时间到了 大家就自然得解脱 所以解脱不是 你特别用功就能得解脱 你特别 你享受无欲就不能得解脱 时间一到 用功跟不用功的人都解脱 时间还没到 用功跟不用功的人都不能得解脱 你看这个就是他们的观念 基本上就分成有解脱跟没解脱 有解脱 解脱的因有因 或是他被决定了 或是他没有被决定 你要努力才能得解脱 那么你要怎么努力呢 有些是修苦行得解脱 其实都是这一些 那么这一些 其实从佛法来看 都是错的 所以佛陀当时就有这些 但是你可以发现到 已经有一大票人在求解脱了 好 那现在就要讲解脱到这件事 因为当时的人 不管沙门波罗门 都有求解脱的这种倾向 一大群人在两个 求升天跟求解脱 所以佛法里面有所谓的 失戒升天之论 跟离遇清净解脱之法 告诉大家你要升天 正确的是要怎么做 不是在那边祈祷天神 供养天神就可以升天 要五戒十三才升天 失戒升天之法 如果你要求解脱 你要断烦恼才能得解脱 不是修苦行也不是修禅定 就可以得解脱 必须要有智慧 这个智慧是用来断除烦恼 因为你之所以不能解脱 是因为有烦恼把你束缚住 你要去除这个烦恼 苦因 轮回的因是因为有我见 生死的真结也是我见 你要去掉这个我见 而且要把所有的烦恼断去 你才出轮回 你单单动我见 你只是拔掉那个根本而已 你还有轮回 出果最多还有七次的轮回 二果还有两次的轮回 三果还有一次的轮回 正阿罗汉的无神 那么他才没有轮回 这一生完了就不再有轮回 那么这个是佛陀提出一个正确的看法 但是你从这里可以知道 当时的人普遍修行人普遍是什么 要向解脱的 那么向解脱跟向佛道又有点不一样 解脱是自己解脱就不再轮回 但是成佛是自己解脱了还要怎么样 想办法让没有解脱的人也得解脱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佛解脱了之后 多数都是告诉别人得解脱呢 你看如果今天是在家人解极经典 那么你看到的佛法都是世界升天之法 因为他知道佛陀告诉他 你如果要升天你要怎么做 所以假设这些人来解极经典 那么你看到的佛法就变成什么 世界升天之法为多 为什么佛陀告诉他们 你真的要升天 你必须要有合乎升天的行为 那什么叫做合乎升天的行为呢 就是五戒十三 所以叫做世界升天之法 那么如果是解脱的阿罗和解极的 那么他就是告诉你怎么得解脱的 因为当时的人大部分是求解脱的 所以他就告诉你怎么样得解脱 但是另外有一小部分的人 另外一小部分的人 自己解脱了之后 想办法让别人得解脱 那么有一些佛经典里面有记载 有很多阿罗和解脱了之后 到什么样 到山林里面到哪里哪里 深山 像迦瑟佛要解极经典 到象山 到香山 到什么什么深山里面 有一些有神通的去请这些阿罗和出来 来解极经典 那有一些阿罗和还不愿意 佛入涅槃了 我也要入涅槃了 他就入涅槃了 那么他证了阿罗和之后 他就到山里面也不去说法 也不去利益众生 在山里面献法热柱 那么有一些先佛而解脱 那么有一些因为佛还没解脱 他就先不解脱 但你听佛解脱 他是马上就解脱了 马上就怎么样 马上就入涅槃了 你看他完全是以解脱为主的 那么 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得了解脱之后 那么怎么样 像佛一样 跟佛学习 不断的去弘法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什么 附罗那跟加参与 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去弘扬佛法 像阿难也一样 阿难也是这种菩萨性格 佛灭后 他才不断说法 不断不断在说法 要利益众生 但也因为这样 他自己还没解脱 但是他已经出国了 但是还没完全解脱 但是他不断不断的在利益众生 一直到要解脱 那么因为大家设说他没有完全解脱 不是阿罗汉 我让他参加 后来有法师才劝他 阿难你不要再继续 因为他说法他就不能完全修定 他就不能引发无论会断他的烦恼 所以才告诉他 因为他不能参加解脱很可惜 所以你要赶快解脱来参加解脱 阿难才用功休息 到要解脱的前一天 休到很晚很累要睡觉了 头还没看到 头还没碰到枕头之前 就解脱了 然后才去参加解脱 你看阿难也是这种菩萨性格的 所以你看哦 佛地址里面明显也有所谓的阿兰若比修 跟人间比修 就是不断在人间弘法 那么这个包含两部位 已经得解脱的 还善未得解脱的 他就在学习这个东西 那么有没有菩萨道 决定有 但是为什么阿难间里面多数教解脱的 因为当时的氛围 当时的时代都是求解脱的 所以告诉他们正确的解脱方法 那么 居士告诉他们正确的升天方法 其实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把这个稍微做总结一下 所以他说 那么这个叫做方便教 柔和了一分时代的精神 因为厌世就是厌离这个世间的痛苦 所以 所以 这个世尊的究竟道 就是佛道 就是自觉 决他的这个才是究竟 圆满究竟的 这样的菩萨道 受到限制 但解脱道也不是毫无真实 他确实是解脱的 但是有一部分的众生 有一部分的众生 主要是自己要解脱 那么别人解不解脱 那么 对他来讲 那不是重点 那么所有的阿罗汉都是无私的 所有的阿罗汉都是无私的 他都是有悲心的 但是有没有大悲心 那个就不一样 那所以佛陀跟阿罗汉很大的差别 那么基本上就是佛陀有大悲心 阿罗汉只有悲心 你不能说阿罗汉没有持悲心 他都无私无我了 他怎么会 他怎么会自私 他不会 你不要说阿罗汉有自私 阿罗汉是不自私的 他无我他要怎么自私 所以他也有悲心 但是他是 他是怎么样 他是随缘 那你不听我的话 我也没办法 但是菩萨不是这样 你不听我的话 我要想办法 让你从佛法中得到利益 想尽办法 那么那你不听那就算了 那各自保重 他就变成这样 那所以阿罗汉可以利益众生 他会利益众生的 但是他是随缘 有因缘他才做 没因缘他也不特别去做 菩萨不是 没因缘要创造因缘 有因缘不能放弃因缘 那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其实佛陀也是这样 佛陀最后 为什么一定要到居师那 居师那还有一个还没度 还有一个还没度 那么佛陀解脱了之后 为什么要去度 吴比丘 为什么要度他两个老师 为什么要去度三加社 因为他想到 度了三加社有因缘 里面有一千个人 度了三加社 整个王舍城 整个摩羯陀国 因为品伯苏罗王是姓三加社的 是姓那个优罗平伙加社的 他是皈依优罗平伙加社的 那么优罗平伙加社都皈依佛 那么他也皈依 那么他是当时一大国 那么国王皈依佛 王后皈依佛 就带动整个王舍城皈依 那王舍城又影响 影响这个乔沙楼国 舍未成 就影响整个恒河两岸 那么就让很多人得到佛法的利益 这个也是佛所希望 所以佛不断的从王舍城 在恒河两岸 一直到舍未成 这个中间 这个是经历很多国家的 他不断弘法 不断弘法 那么 儒家叫做霞不洗暖 这个民辈都还没盖了 又开始弘法了 那么最重要就是 他菩萨道的精神 你可以在佛陀身上看见 所以你不要说没有菩萨道 释迦佛就是菩萨道 所以波勒经就是要显扬 显扬圣身 就是要抉择无我的圣身力 显扬菩萨的广大性 显扬这个菩萨道 那么多数从过释迦佛的本身谈里面 那么来了解 那么怎么样 菩萨道的伟大 那么从这一身来讲 你也可以看到 释迦佛不断的在利益众生 跟一般的阿罗汉不一样 好 那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好 所以 后面 就我们讲到 这个 他解脱道也不是毫无真实的 他实际上也是得解脱的 好 那么大家合掌回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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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